这个前面好像有那个全部都紧致 其实紧致很简单嘛 就是什么 这应该是蓝宽不足啦 所以你把它拉宽不就好了 就没有出错 那只是说你说 可是问题每一次 我把程式执行之后 每次都要手动把它拉宽 拉宽的话呢 但也不麻烦 可是还是要种一个动作吧 就变成你变成还要一个半自动 有没有 最后还来一下 那这样 所以如果你想希望全自动的话 最好是在最后再补一个什么呢 帮我把A蓝自动调蓝宽 就有点像这样 如果你假设A蓝自动调蓝宽 它功能应该是在常用的格式 有个自动调蓝宽 有没有 但问题你还要自己带来一下 感觉好像就参加最后的那个动作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更完整 你就打一个蓝物件 有点叫Columns Colens物件值的是哪一蓝 瓜葫你刚才讲说A蓝 我要把A蓝做自动调整 叫Auto Fit Auto 自动 调整的话叫Fit FIT 打的话都用小写 为什么要多打小写 因为你移开的话 如果假设有发现 手字变大写 A跟F 还有C 像这个如果移开 假设你发现 移开之后 他的手字并没有变大写的话 那表示你打错字了 OK 像同学常常这样 好像少打S 我看一下 移开 移开 居然也可以 那Colum他可能认得 其实应该要打一个 我看到 我在用 其实 这个Colum 比如说你字不要打错就对了 如果假设你都打小写 比如说Fit你打成什么 我看一下 故意打成 打错一个字叫 这样好了 少一个I好了 那你移开看看 移开好像 有没有 这边他并不会自己变大写 那如果假设你看到 为什么没变大写 打错字了 就这么简单 OK 所以我个人习惯 打都打小写 然后移开的时候看一下 有没有变大写 没有 没有就打错了 那我发现 你们初学者 大部分都打错字 OK 为什么 其实说真的不难 不要打错字就好了 真的 因为太多同学 好像刚开始就是 不知道怎么 可能不熟悉吧 就会很急 然后就打 少一个字 多一个字都不行 你就不要打错 如果打错没关系 你就看一下我云端上面的程式 把它修改一下 移开看看 有了 有没有 A跟F都变大写 表示这个字是存在的 那就表示应该是没错 最后把它序一下 再跑一下 刚刚会有警字号开 这边有错 多这个字 这个我把它删掉一下 OK 那理论上应该就OK了 但是你会发现 下载完的资料 其实已经接近成功了 但是还不够完善 哪些地方不完善 第一个 号码是我们要的 其实日期我们暂时不管 好了 第一个当然这两列我不要 你总不可能说 老师我是按右键删除 那下一个怎么办 再选两列删除 再来呢 该不会这样一直往下吧 总共有几期啊 天哪 那可能删到下课你都删不完 所以如果假设你不希望这样慢慢删的话 我教各位 其实后来我试了一下 最简单的方法 游标先放A1 然后找到资料的排序 因为呢 你会发现这三个资料 有没有什么特征 这个是数字 这个是日期 这个是符号 如果排序的话 2024 假设数字都排前面 其次才是排日期 再其次再是排英文 再来是排中文 或者是符号 所以理论上呢 我们如果把游标放A1的话 再把它做资料的A到Z 你把它按一下 A到Z一下 有没有发现 瞬间 他的日期 后面呢 全部都只剩下中奖号 那你如果老师 那其他资料跑哪里去了 在下方 怎么知道在哪里 请你第二件事 就是把A1移到B1 按下Ctrl向下 Ctrl向下 从2、2、2、6、3以后 这些都不要 所以你只要把后面这些 全部把它删掉就好了 那要怎么删 我是建议你不要傻傻的这样 因为有同学就是直接 你说老师要怎么把它选起来 有人是直接从2、2、6、4 点一下然后一直往下拉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你要等多久 3000了 4000了 没有 4000了 然后到5000了 6000了 到这里 选起来 然后再把它按右键删除 其实这样选也可以 只是说这样子感觉不够专业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选快一点 我的习惯是先选取 先Ctrl向下 B1Ctrl向下 然后再选取 2、2、6、4 直接点最左边这边 2、2、6、4这边一下 意思是要选这一列 然后再把卷轴移到最下方 再按Shift键 按Shift键 再去点选最左边的 6、8、6、2 按Shift键 记得先按Shift键 然后再去点选 6、8、6、2 有没有 它就会快速的 啪一下OK了 这样比较专业一点 它会更快的 有了 写程式可能更快 但是我们先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按右键删除就可以了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中奖号码跟特别号 就诞生了 再来我们应该就可以统计分析 1到49号 哪一个号码开出来的 几率是最高的 OK 可是好像又没有那么简单 为什么 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个问题 嗯 你说老师 B栏为什么有6个号码 它放在同一个格子里面 同一个格子可以分析吗 跟各位讲不行 如果你放同一个格子 它就是一串文字 它并不是6个数字 当然你看是6个数字是没错 但问题 Excel看到是一串文字 它是谁统计分析 它是Excel 你只是用它嘛 所以它看不懂 它就做不出来 所以呢 你需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B栏里面的6个数字 把它拆分成6个号码 我拆分 我就希望备注不要 就是把它拆在D D栏输入1好了 一直输入到向右 按Ctrl鍵向右拉就可以 Ctrl鍵向右拉之后 它会出现1到6 OK 那我把这个1到6指的是1到6个号码 我把蓝宽再会调一样 有没有 所以呢 我希望把03放在1号的位置 18放在2号位置 33放在3号位置 依此类推 你说老师那这怎么做 该不会点两下 Ctrl-C Ctrl-V 点两下 Ctrl-C Ctrl-V 哇 如果你是这样做事的话 可能你做到下课 真的也是完全做不事 因为这号码太多了 所以 试试看 其实 跟各位一个提示 其实可以用一个方法 叫做 资料里面 叫资料 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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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用过 应该有用过吧 这个资料剖析 它就可以针对什么 针对你要剖的资料 按照什么pro呢 我们之前好像有用过 这样我们的固定宽度 你可以按照符号 因为它的风格是逗点 所以你可以按照逗点把它分开 分开完之后 放在你要放的位置 这件事情就解决了 OK 所以试试看好了 当然千万不要用土法炼钢 不然你真的永远做不完 所以你会发现 你如果将来去就业 或者你去打工 真的很多问题 每个问题都要赶快解决 不然的话 你的事情永远做不完 相反的 如果这对你来说都简单的话 那你工作一定会非常愉快 为什么 因为马上都做完了 OK 你根本没什么事 所以我记得 我那时候刚开始就业 就是去工作的时候 因为我很多都很熟 所以我大概一整天的事情 我大概花不到几分钟 就全部做完了 所以我一整天 我就时间多得要命 所以每天没事就写部落格 我蛮喜欢写部落格 每天很喜欢录个影片干嘛的 时间过得很漫长 不然就是找同事聊天 吃个早餐 而且我把资料交给老板的时候 老板说 老板还很狐疑的看着 我说 怎么可能 这资料这么多 你怎么可能做得完 我确实是做完 不过我看他眼神之后 我跟他讲 没有没有 我还有地方要改 我要把它 因为那是USB 我就把随间碟拿回来 然后我就放个大概三天 还是一个礼拜 然后再给老板 好 哇 哇 做得很好 一个礼拜 我都不知道要干嘛 所以那工作 简直对我来说 一点挑战性都没有 每天都 就是 大家也满开心的 因为实在是很愉快的工作 每天 有时候还在想说 哇 放假要干嘛 然后 礼拜一就开始想说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要干嘛 对 就是每天就很开心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的 酸业能力是可以 配合你的工作的话 那当然你会工作很愉快 那如果 假设工作薪水太低 你可以再思考 那你专业性要够的话 你可以再往薪水高的方向 再去尝试看看 对 OK 好啦 试试看好了 请各位先把这个部分完成 你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 最后今天的目标 就是要知道 大乐透历年来 1到49号 哪一个 哪七个号码是排最前面的 七个 OK